胆食形成的过程涉及到胆汁的生成、成分和排空 胆汁是由肝脏产生并储存在胆囊中的消化液体 主要成分包括胆盐、胆固醇、卵磷脂等 胆汁有助于消化食物中的脂肪 当胆汁中胆固醇、胆盐和卵磷脂的比例失衡时 胆固醇可能在胆囊或胆管内结晶最终形成胆食 这种失衡可能是由下列因素引起的 1. 高胆固醇 血液中胆固醇水平过高 可能导致肝脏向胆汁中分泌更多的胆固醇 从而增加胆结石的风险 2. 胆盐不足 胆汁中胆盐含量不足可能使胆固醇难以溶解 促使气结晶 3. 碗磷脂不足 碗磷脂有助于保持胆固醇溶解在胆汁中 碗磷脂含量低可能导致胆固醇结晶 胆食形成还可能受到遗传因素 年龄 性别 肥胖 糖尿病 怀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可能对血液中胆固醇水平产生间接影响 例如 某些基因变异可能导致肝脏产生过多胆固醇 妇女在怀孕期间 此激素水平升高 可能导致胆汁中胆固醇含量增加 为了预防和降低胆结石风险 人们可以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如保持健康体重 控制饮食中饱和脂肪和胆固醇摄入量增加运动等 感谢观看